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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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死亡啊 病啊都进入这个世界 所以普遍的罪就是影响了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 这是第一个原因嘛 每个人都会生病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自找的 这也是罪的缘故 还有吗 神会因着一些人的病彰显荣耀 还有吗 还有一个 有些时候神是特别用罪来惩罚特别人特别的罪 这是我们知道 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讨论的 第一就是普遍的病是与罪是有所相干的 这包括我们有些时候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引起我们生病 那是至早的 这也是罪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凡事都要解制 对不对 吃什么东西啊 运动啊 有没有运动啊 有些人吃啊吃啊吃啊不运动 就越来越肥胖 肥胖当然是会引起心脏病啊 种种的问题 所以要有解制 没有解制就是我们的罪了 所以因为罪的缘故导致生病 这是普遍的 一般的 但是有些罪是特别的原因 就是一些人 放了一些特别的罪神 特别要审判 要惩罚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生病的话 突然间生病的话 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 审问自己 看看说 神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不一定是神特别的惩罚 但是我们必须先来到神的面前 无论是生病也好 无论是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意外也好 总之 一些东西如果特别的意外发生的话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进入在神的面前 看看神问我们自己 审查我们自己 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做了什么 那么神会特别惩罚我的罪 是不是神要告诉我什么 如果是的话 我们认罪 我们悔改 不一定是 但是我们要审查 因为很多时候好像大卫他犯罪的时候 他跟八十八犯罪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犯了罪 他自己都不知道 直到拿丹到他的面前 斥责他的时候 他才醒悟过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因为我们的老远故 有些时候我们麻木的犯罪 但是我不知道 神会用一些特别的事情来提醒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生大病的话 或者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真的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 好好静谋自己 审查自己 如果是有的话 我们悔改 第三就是 有些罪是要荣耀神的名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就是在《愿安福音》第九章 就是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然后人就问他说 那个门徒就问耶稣说 这人生来瞎眼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犯罪吗 是他父母犯罪吗 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不是他犯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是因为要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有些人生病是要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生病 有些人中癌症 他们在中癌症的时候 他们化疗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很辛苦 但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彰显了神的荣耀 很多时候我们到医院去安慰那些生病的人 反而从他们身上我们得到安慰 因为他们的见证的缘故 所以这些人生病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他为什么会生病 我们不知道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论断 一个人生病已经够辛苦了 不要说 你看你生病 就是因为你犯罪得罪神 要悔改 要悔改 像约伯的上个朋友一样 千万不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不知道 神让他生病 神就是在旨意当中让他生病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不要论断 好不好 这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了 我们继续看 这个好像有点不灵光 我们看到那个血漏的妇人 为什么这犯血漏的妇人 她不直接的就去求耶稣 为什么偷偷摸摸的在她背后 摸她的衣服 然后看看能不能痊愈 为什么这个犯血漏的妇人 不直接的去找耶稣 我跪在耶稣面前 做啊 救啊 我很辛苦啊 为什么她不这样做 为什么偷偷摸摸呢 大家有没有任何的意见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是在猜 然后在猜的当中 我们来学习功课 为什么她会偷偷摸摸的 有没有任何的想法 有没有 太多人 太多人 然后呢 要排队 挤不进去 一个妇人就换血漏 已经很辛苦了 挤不进去 太多人拥挤了 但是她挤到耶稣的后面 可以摸到她 摸到她 可以拍她的肩膀嘛 哎 父子救我 不解禁 不解禁 所以她自己知道她不解禁 不解禁 所以她自己知道她不解禁 所以不敢 不敢让大家知道 如果说我是泄漏 大家跑掉了 耶稣跑掉了 就没得得救了 对不对 所以有这个可能性 还有吗 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为什么她不直接的求耶稣呢 有没有任何的想法 有吧 应该有吧 这段经文我们读过很多次 讲道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 提到很多次 在每次提到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看 为什么她不直接找耶稣 很多人都直接找耶稣啊 怕麻风病的也直接找耶稣啊 就在远远的地方就喊就好了嘛 为什么呢 可能因为她是女的 对不对 女人在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身份地位比较低 所以不敢这样让人 还有吗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这个今天好像不怎么灵光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圣经记载她是战战兢兢的 来到耶稣的后面 她战战兢兢 是不是因为她没有信心 是不是 大家举手一下 谁觉得她没有信心的 举手一下 谁觉得她有信心的 举手一下 哦 大家都觉得她有信心 哦 当然是很有信心 对不对 她比那个 上次我们读过那个百夫长还有信心 对不对 那百夫长说 主耶稣你不用到我家 你在这里随便讲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能够痊愈了 这个更有信心 话都不用讲 我摸她的衣服就能够痊愈了 所以这妇人是有信心的 那为什么她不直接找耶稣呢 是不是因为怕麻烦主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 很可爱说 哎呀 不用麻烦主了 小事情了 什么小事情都求耶稣 耶稣哪有空 主耶稣要处理的大事那么多 我这小事情不用求了 生病感冒就吃药就好了 不用求了 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心态对不对 我们应不应该怕麻烦主耶稣 不要求他 这样的心态对不对 不对啦 做父母都知道 小孩子有问题找我 我是一种 是很高兴对不对 小孩子依赖你嘛 找你 当然是很好 天父也是一样 主耶稣也是一样 他是万能的主 他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主 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 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即使是山洞里面 即使没有人的地方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无论我们做什么 主都知道 只要我们开身说话 主都知道 不用开身说话 心里想一想 主都知道 所以不用怕麻烦主 主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有事不找他 自作聪明 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然后结果呢 酿成更大的灾祸 自作聪明 这是神不喜悦的 神喜欢我们去麻烦他 神喜悦我们依赖他 但是当然不要过疲的依赖了 我今天要吃鸡饭吃拉撒多去问主的话 那就有点奇怪 那个不是麻烦耶稣 那是你 就真的是有一点问题 就不能做决定的问题 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真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不用怕麻烦主 所以他是不是因为怕麻烦主 谁不去求他 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吧 还有什么原因 是难以其耻吗 是讲不出口吗 有苦难言吗 是不是这样的 有可能对不对 因为写漏这件事情 好像有点 排水 有点 讲不出口 这是女人的问题 就有些时候就讲不出口 有些时候难以其耻 我知道耶稣知道 但是我在众人面前讲出来 很排水 难以其耻 真的有些东西是难以其耻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可能生命当中发生一些事情 可能不想跟弟兄姐妹分享 祷告会的时候也不想讲出来 这样是对还是错 没有所谓对跟错 对不对 有些东西真的很难讲 不讲出来的原因有很多 有些人 他的个性就是有事不讲 不是跟弟兄姐妹不讲 跟家人其实也是不讲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也是很难跟太太讲 或是跟先生讲 跟孩子讲 有些事情真的很难讲 有些事情是 我个性本来就是不想讲 所以不想讲 不一定是不好 但是神 神是我们的神 神是我们的主 即使你不跟别人讲的话 你可以自己向神祷告 那这写露夫人不一样 因为众人都在那里 众人都在那里 有些时候是很难开口 但是无论什么原因都好 就像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 不想跟弟兄姐妹分享 不想跟牧师分享 祷告会不想讲出来的话 那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 问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讲出来 是不是因为什么缘故 无论什么缘故都好 但是千万一走缘故 就不要有 就是因为骄傲的缘故 因为我骄傲 不想人家看到我的弱点 不想别人看到我的缺点 因为骄傲的缘故 不想分享 这样是不对的 有很多原因 都可以 但是千万就是不要 因为骄傲的缘故 如果骄傲的话 自己知道在神面前 祷告神求主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更加的谦卑 让我能够弟兄姐妹分享 弟兄姐妹分享之后 就能够帮你祷告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好好的想 为什么弟兄姐妹有问题 不跟我讲 为什么弟兄姐妹有问题 不跟教会讲 为什么弟兄姐妹有些问题 不在祷告会当中 跟弟兄姐妹分享 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去反省 为什么弟兄姐妹有问题 不敢说出来 是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 我们的见证不好 这是因为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东加长西加短 到处跟别人讲 有人跟他讲 这位弟兄 我有一件事情 我跟你分享 你跟我祷告就好 不要跟别人讲 你为我祷告就好 讲了之后 全世界都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可以怪 为什么这弟兄 或是这位姐妹 不敢说出来 因为错是我们的错 因为我们做错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不敢跟我们分享 对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好好的祷告 但是千万不要以祷告 为借口 随便跟别人讲 一些不该讲的话 那为什么弟兄姐妹 有事情不敢跟我们讲 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喜欢 去论断别人 讲了之后 爱一定是你的错了 就像约我的三个朋友一样 是不是我们很快的 去论断别人 有些时候不是因为他跟我讲了之后 我论断他 他心里不舒服 下次不要跟我讲 有些时候是我们 不经意的在我们日常生活 言行举止当中 使别人对我们没有信心 如果我们通常 平常在弟兄姐妹讨论 讲话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用很论断的语气 去论断别人的话 好像Ricky弟兄在吃饭的时候 跟我讲 我听到什么什么什么 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论断 哎呀 这个人本来就是这样 他一向来都是这样 这个人是只要不得什么 就开始论断了 你觉得旁边的人 听到我这样论断 他们觉得有信心 跟我诉苦他们的问题吗 不可能 如果我们一天到晚 别人听到我们都是论断别人的不是 一定是他错 一定是他这样 一定是他那样 然后 心里会在想 这个人这样喜欢论断的人 我跟他讲的话 那我一定被论断 所以有些时候 教会当中 弟兄姐妹 为什么不敢彼此的分享 我们自己要反省一下 教会 应该是一个 大家能够非常自由 很舒服 很有信心的 彼此分享 彼此 彼此 祷告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师子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神问自己 我在别人面前是怎样的一个人 是个大家能够信任的人吗 是个大家有问题 会来找我的人吗 是个大家 大家 敢跟我诉苦 然后诉苦之后 他们觉得 有帮助 希望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 成为这样的人 这样的话 整个教会 才能够更加的合一 大家彼此分享 彼此造就 彼此帮助 能够达到 像雅各树在这里所说的一样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彼此认罪 不是说我有罪 跟大家讲 我那天做了这个件事情 不是 就是如果你得罪弟兄姐妹的话 就像他认错认罪 彼此认罪 然后别人做错事情对我的话 跟我认罪 我当然是原谅他 如果这样的话 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那么的话 我们就能够得到祝福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但是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我们能够彼此的代求 家里 工作 无论哪里发生问题的话 彼此代求 神就会大大的祝福我们 祝福这个教会 这样的教会 才能够吸引更多人进来 因为来到这里 大家感受到 是一家人 好不好 我们大家好好的在神的面前 好好的审查自己 希望我们能够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就是 这邪漏的妇人 想 那耶稣知不知道这邪漏的妇人是谁 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谁摸他吗 他是神 怎么可能不知道谁摸他 那为什么他知道的话 为什么要问呢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如果耶稣知道是谁摸他 为什么不直接问他 不直接跟他对话 为什么刚才是谁摸我 是谁摸我 为什么 大家觉得 哎 想一想 要只是我在讲嘛 你们要讲 没有对错的问题 我们都在猜了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直接不直接问 直接跟他说话 主耶稣要这个妇女 直接就在众人面前 啊 主耶稣要这妇女在众人面前做见证 对不对 所以神若在我们身上行了大人 我们不能够静静的不讲话 主耶稣要他做见证 他不想逼他 主耶稣不想逼他 要他自己情愿的 甘心情愿的 在众人面前做见证 就像神如果应由我们的祷告 圣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尤其在诗篇 我们许愿 一定要还愿 如果不还愿的话 不如不许更好 所以我们跟神祷告说 帮助我 如果你帮助我的话 我一定为你做见证 帮了你的话 静静松不说 这很不对的事情 神如果在我们身上显大能的话 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 不要去把神的荣耀藏起来 神不需要我们做见证 但是神喜悦我们为他做见证 所以主耶稣就说 谁摸我 就是要他自己愿意站出来为他做见证 做了见证之后 如果他不做见证的话 就听不到主耶稣的这句话 那主耶稣这句话多么的能够安慰人 耶稣对他说什么 女儿称他是他的女儿 多么亲切的诚服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如果神能够告诉我 平平安安的做你要做的事情 那种安慰 是没有办法能够形容的 所以如果他不为神做见证的话 他就听不到主耶稣这样的安慰他 这样的鼓励他 所以为神做见证 神会更加祝福我们 所以不要害怕为神做见证 神如果在我们身上 信了大能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荣耀神的名 好不好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位邪漏的妇人 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有没有人有什么要补充的 要提出来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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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继续咯 好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 OK 诶 那个雅汝 雅汝 好 我们通常这点雅汝 有些人在念雅伊汝 好 雅汝的信心大嘛 雅汝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 诶 我的女儿快要死了 不是我的女儿死了 不是我的女儿死了 求你帮助 他这样的信心大嘛 今天真的是有问题 不动 不动 然后computer更加sensitive 我们看到他 来俯复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 你觉得他来到主耶稣的脚前求耶稣 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吗 有问题找耶稣 对我们来讲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一样 来我们来看 刚才我提过的就是 约翰福音第九章 那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个 记得吗 刚才我说了 生来是瞎眼的 所以门徒就问耶稣 他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他还是他的父母 主耶稣说不是他 也不是他的父母 是为了荣耀神 然后我们看 就是他为神做见证的时候 就被人 拉到那个犹太人的公会里面去 就审问他 为什么 你说耶稣救了你 你说耶稣医治你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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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一直逼他 否认是耶稣医治了他 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 这些法利塞人 文士 那些犹太人 不相信耶稣 有这个能力 那个意思 他就一直逼 一直逼 用软的 用硬的 就是一直逼他 否认是耶稣救了他 然后我们看了 发生什么事情 十八到十三节 我们来听的方式来读 十八节 犹太人 不信他从前是瞎眼 后来能看见 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 他父母回答说 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 就瞎眼 这是我们知道的 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了人 有任何办法 他父母说这话 是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 已经商议定了 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 要把他赶出会堂 因此 他父母说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都很怕 我们看到 在这个时候 犹太人是多么的刚硬 明明知道是耶稣 医治了这个人 但是千方百计 要他们 要他们否认是耶稣 连他父母都害怕 他父母都不敢承认 你们想象到那种 社会的压力在那个时候 有多么的大 你是身为父母 你的孩子是一向来瞎眼的 现在突然间能看见了 是多么大的喜事 做父母的每个应该是高兴到 蹦跳到哪里去 一定到处跟人家做见证 但是这父母 这对父母害怕到都不敢说 把儿子推出去 你去死吧 你自己做见证 你死了你的事 他们不想被赶出会堂 在那个时候 如果他们被赶出会堂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生活就完蛋了 没有人要帮助他们 他们如果做生意的话 没有人要跟他做生意 他做买卖的话 没有人会跟他做买卖 他买菜的话 没有人会卖菜给他 那时候他们生活就非常非常的辛苦 辛苦难过难受 所以他父母为了自保的缘故 主耶稣为他们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他们的高兴 他们自己的宝贝的儿子 他们都不顾 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 那种压 那种社会的压力有多强 强到父母都自顾 什么都不管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回来想想 这个雅汝来到主耶稣面前 求耶稣帮助他的女儿 容易吗 非常不容易 在那个时候 那个瞎眼的孩子的父母 所受到的压力 我相信他也会受到这种压力 所以他的信心是有的 不容易 但是我们看到 当雅汝知道他女儿已经死了 他信心就动摇了 在这个时候耶稣也是同样的 安慰他 鼓励他 耶稣听见 就对他说什么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想想一下 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我们很害怕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听到耶稣的这句话 王弟兄 不要怕 只要信 利荣姐妹 不要怕 只要信 如果能够听到这句话 Uncle Roland 不要怕 只要信 如果我们能够听到主耶稣的这句话 那种安慰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无比 所以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 我们在祷告当中 很可能 当然我们听不到主耶稣的声音 很多时候我们都感受到 主耶稣在祷告当中安慰我们 如果你真的好好静下心来跟耶稣祷告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虽然听不到 但是我们感受到神的安慰 所以要有信心 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安慰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 在那个地方 今天我们会去 爱祖姐妹的商礼 我们去过很多商礼 有些商礼 我们看到 很多人在那边哭啊 垂胸顿足啊 这些人真的是为这女儿哭吗 在福音书里面有看过好些例子 如果真心的为他哭的话 当主耶稣说 他不是死了 他是睡着了 高兴都还不来不及 还要撕笑耶稣 如果是真心为他哭的话 会撕笑耶稣吗 虽然路加福音这里没有说 但是马太跟马可福音的记载 里面我看到耶稣把他们撵出去 英文圣经 acti put them all out 就把他们撵出去 为什么主耶稣说把他们撵出去呢 我们华人也有这个习俗啊 对不对 有些人是专门 就是 专业的 去那些商里哭的人 你要给他钱去那边哭啊 对不对 以前在古时候 因为他们觉得 有很多人哭的话 就表示这个人 在一生当中 很受人爱戴 所以他以后啊 他死了之后 能够做得很好 就是要大大声的哭啊 越多人哭越好 这以前人那种迷信的思想 但是我们如果要去受伤的话 真的要带这一颗 真的是真实的心 去那边为神做见证 安慰商家 不要像这些人一样 那为什么主耶稣把他们撵出去呢 为什么把这些哭的人 撕笑他的把他们撵出去 你们觉得为什么呢 很好嘛 在那边看他做 行这个神迹 不是更好吗 主耶稣是把他们撵出去之后 只剩下他的父母 跟他门徒几个 他才行这个神迹 如果你是主耶稣的话 我要让大家相信我 我当然是在众人面前行这个神迹 死里复活 这个神迹 除了神 除了神所赐的能力 有谁做得到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把他们全部赶出去 才把这神迹行出来呢 为什么 能够见证到这个神迹是一种祝福 这些人不配这个祝福 因为他们对主耶稣没有信心 还撕笑他 既然不信的话 你就没有资格见证这个奇迹 把他们赶出去 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在其他地方 他就祝福他们 说先不要讲出去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但是最重要 我是觉得真的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就不配见到神的奇迹 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 有信心的人才有资格见到神的作为 见到神的作为 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鼓励 是一种荣幸 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好 总结一下 这两个两病一死的这两件事情 从这两件事情上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那种温柔跟慈爱 他如何的安慰那洗漏的妇人 他如何的安慰跟鼓励雅鲁 当雅鲁信心不够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温柔 我们看到他的慈爱 这两节经文 尤其是第一节经文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经文 以赛亚书42章3节 压伤的如尾 他不折断 江禅的灯火 他不催灭 有些时候我们就像这压伤的如尾一样 事情太多了 全部不好的事情一直倒在我们身上 有些时候开始有一点信心 但是因为日子长的时候 信心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我们好像被压伤的如尾一样 有些时候信心开始动摇了 但是即使我们这样的压伤的如尾 在这里告诉我们 主耶稣他也不把我们折断 他不说你为什么这样没有信心 就斥责 没有信心的话那就去吧 就不要相信我吧 就给你死吧 主耶稣没有这样 压伤的如尾 他不折断 江禅的灯火 即使我们信心只剩下这一丁点的烛光 一丁点的光 主耶稣也不会把我们催灭 没有的东西把我们催灭 主耶稣不会这么做 江禅的灯火他不催灭 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温柔 马太福音17章20节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全部的种子最小的一个 只要我们的信心像这最小的芥菜种 主耶稣说就够了 不够的话我们可以求耶稣 主耶稣会增加我们的信心 好不好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里所看到的 其实这个是 我还没有中Covid之前应该讲完了 所以今天终于讲完了 然后这个之后就 国华牧师为我们从第九章开始讲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就继续看 国华牧师从一节讲到二十七节 我们今天从二十八节开始看 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 好 我们来用情的方式来读一下 卢家福音第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 说了这话以后 约有八天 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 神祷告这时候 发现彼得有更快点 一顶不揭替我们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 诶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他没有接触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交往神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顿 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 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 彼得对耶稣说 故事我们在这里生怀 可以达三种 一座为主、一座为佛系、一座为利亚 他绝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 有谁会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歌词 我所解决的 你们要听他们 神明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 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 一样也不告诉人 好,这就是主耶稣上上改变这个形象的记载 这记载在 这两件事 这件事情会两件事大作 这件事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 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 马太福音是17章1到9节 马可福音是9章2到10节 但是在这里路加福音的记载 稍微跟其他两本福音书有一点点的出入 有一点点的不同 其他两本福音书都记载是过了六天 但是路加在这里说约有八天 那很多解经家都是要解释说 为什么有这样的出入 我觉得这出入也很容易解释 因为在这里讲是约 约有八天 About 8 days About就是不准 本来就是不准 而且有些看你要怎样算 当天开始算起吗 还是隔天开始算 如果当天跟之后的当天 两天一起算的话 六天就变八天 这很容易解释的事情 所以这个不重要 很容易解释的事情 那重点是 我来看一下重点 那为什么耶稣只带了三个门徒 他有十二个门徒 对不对 他有十二个门徒 有很多很多的其他所谓的信徒 那为什么耶稣只带了这三个 我常常开玩笑很喜欢说他们就是耶稣的入世弟子 弟子有很多 有些是比较特别 入世弟子 为什么特别只带这三个 我们先不要讨论 为什么这三个 为什么是彼得 约翰 这个雅各 这三个那么重要 每次什么观景的事情 主耶稣只带这三个人 为什么不轮流一下 这个我们不讨论 但是为什么只带三个 其他门徒 为什么不带其他门徒呢 为什么只带三个 大家猜一下 圣经没有明确的说 我们只能够想象一下 然后揣测一下 然后跟其他的解禁家对照一下 从中可能可以学习一些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只带三个 他带了三个 他带了三个 都有一个说错话 他带了三个 三个里面就已经一个说错话了 十二个的话 哇 乱 很有可能 对不对 很有可能 还有吗 还有其他的解释吗 为什么只带这三个 有没有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是觉得 很多时候主耶稣做一些事情 就是不想太多人知道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主耶稣做什么事情 都有一定的时间表 他有一定他的职要去成就 多人知道 反而会 会把事情搞砸 其他两本福音书有这样的记载 路加福音就没有 他下山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 下山的时候 我们看马太福音在这里就记载说 下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所以主耶稣有嘱咐他们 在马可福音 吩咐变成嘱咐 其他的文字都是完全的一样 就是插着两个字 马太福音说吩咐 马可福音说嘱咐 就路加福音在这里没有很详细的记载 就主耶稣下山的时候 告诉这三个门徒 先不要讲 当我从死里复活之后再讲 可能讲先知道的话 可能会闹出一些事情 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 可能先不要讲 因为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门徒跟大家讲 跟犹太人祭司文是讲 我们在山上看到主耶稣 就改变西方 摩西出现了 伊利亚出现的话 完蛋了 对不对 你觉得法利山人文师他们会做什么事情 可能就马上把他们关起来 摩西在他们心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位先知 你敢说摩西在你面前出现的话 一定是会闹到满城风雨 而且我觉得我在揣测 主耶稣也不想让犹太知道 因为犹太最后要出卖他 所以不要让犹太知道 有很多原因 就是在他复活之后 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 才有用 才是能够达到神的旨意 所以很多语言神 不想太多人知道 就只带了这三个人 这个有点 等一下 讲到主要 讲到神要小心 刚才是问为什么只带三个人 那这边问的是 为什么三个人不是 不是两个人呢 刚才说是三个人 为什么不是四个五个十个 那为什么三个人不是两个不是一个人呢 为什么三个 一个人就可以了嘛 两个人三个人 为什么特别三个 编证说两三个 哦 永洁说的对 大多数的解禁家都认为 因为圣经有记载 生命记 无论新约好旧约好也记载了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证 事情才能够定案 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但是不要先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可能会 就是 就是会坏了事 但是主耶稣也必须要有见证人 见证说他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两三个人 所以主耶稣就找了这三个人 所以这三个人的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 三本福音书都记载 三本福音书 所以让我们真的有信心说 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 不是凭空想象 不是捏造的 因为是有三个人的见证 好 没有什么时间了 时间到了 我们回家想一想看 这件事情到底的意义何在 你想想看 为什么特别是摩西跟以利亚呢 能选的人很多嘛 为什么特别神让摩西跟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出现呢 摩西跟以利亚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 就短短的这个主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 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熟 我们回家想一下 这件事情到底要代表出什么 然后为什么特别这两个人 好不好我们回家想一想我们下礼拜 下礼拜 不是下礼拜 下礼拜是年初一没有主日学 后个礼拜我们继续讨论 好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我们在天上亲爱此爱的天父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从这经文当中 能够看到主的荣耀 主是真神 我们看到这位真神 他虽然是伟大的真神 但是他也是非常温柔 体恤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求主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信心 什么事情都能够来找主 能够来恳求主 如果主在我们身上行大能的话 我们要为神做见证 求主您帮助我们 也让我们 时时能够得到主您的安慰 让我们天天都在主您的怀中 得到主您的祝福 我们将这一切向主您交托 求主您保守我们 让我们两个礼拜之后 能够继续来查考这路加福音 感谢主祷告祈求 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大家